我的程式碼是把它放在雲端48E的地方 其實就是剛剛最重要的是這一段 這個是讀取檔案 那這一段的話是那個寫入啊 寫入有點字太大了,我剛剛把它縮小一下 因為它這個字太多了,把它稍微縮一下 基本上的話就是ins into 然後member01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大瓜糊,然後點format 81 這個切出來的東西 01234 分別把它塞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欄位裡面 如果擠欄就擠個大瓜糊 然後就放幾個這個切割好的資料 就把它放進去 那另外的話,我其實上面create table 這個member01,我這邊說abcde 因為其實 另外如果你要建那個什麼 你要建那個 建那個資料表的時候 常常要想那個欄位名稱要叫什麼 或者說 這個欄位名稱有時候怎麼樣,太長了 那有時候我甚至偷欄,我就模仿那個什麼 像那個excel一樣 就是欄位名稱給ABCD就好 其實這樣也可以啊 就是說A欄,B欄,C欄,D欄,E欄 這樣不是更簡單 那以後的話,ins into 反正就照順序就OK 你只要記得那個欄位名稱 是叫ABCDE 這樣也可以啊 你就不要 不一定說你一定要給一個很長的名稱 那後面都用text 這樣就OK了 好,那把它執行啦 其實做不掉,然後重新再來 你會發現了 在那個 這個裡面的話 它的 把它重新開一下 那這邊ABCDE 然後裡面的資料 A欄是這個 B欄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把這個資料 給寫到資料庫啦 OK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們上個禮拜那個全省郵局地址 當然你練習的話你可以不用全部啦 你可能就是先把三重寫到資料庫好了 可是問題這邊怎麼寫 當然很簡單 如果你不知道欄位叫什麼 你就叫A欄 B欄 C欄 D欄 總共有四個欄位 那切割的話 因為它中間是什麼 中間是空白 所以你Sports的後面的話 就不要用豆點 你用什麼 空白 然後再分別一個羅本一個坑 把它放進去 其實就可以 把那個什麼 把三重的資料放進去 OK 一樣的道理 所以稍微換一下 那當然 如果你要把全部放進去 那你可以先把上個禮拜的合併先合併完 合併完之後再把資料放進去 其實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請各位自己再練習看看 這第一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資料已經把它寫到資料庫了 那我要怎麼把它讀 有沒有查詢 所以我剛剛講了 新增 換成這個 新增會員 查詢 把它換成查詢 我可以把這個 有沒有 這個程式 Ctrl C 開一個新的文件 貼上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改成什麼 叫做 存檔好了 這個叫查詢會員 好了 那一樣喔 我們把它拿這個來改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啦 Connect後面的話 因為我這邊是叫什麼 Member01 所以喔 記得你如果要查的話 那勢必就是必須把它改成 你寫的那個位置 不過你如果 假設你 還是 用舊的這個名稱的話 Cursor01的話 那當然你就找不到 所以第一個Member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邊一樣 Table的名稱也叫做什麼 Member01 那我們實際上就是 把這些資料呢 一樣全部讀進來 讀到哪裡呢 讀到這個Cursor裡面 那因為它有幾個欄位 有五個欄位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 這邊 這個不見了 那我偷懶一下 我拿這個Member上面 這個欄位名稱 把它直接放到這裡 12345個欄位 然後一樣的方式喔 FOR ROW IN CURSOR 就是說呢 把這邊的所有的那個資料 它其實 slade完之後 它會把這裡面所有50個資料呢 全部都放在Cursor裡面 然後我在用ROW這個 一個一個的把 一列一列的資料呢 放到ROW裡面 所以喔 基本上的話 它裡面有五個欄位 那底下的話 當然前面是兩個欄位 是從0開始 那所以底下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邊的話 基本上可以把 這個後面串接 Ctrl C 這邊改成2 第三欄 這邊改成3 第四欄 這邊改成4 也就是說它編號一定是0到4 那欄位的名稱呢 就是這五個 這樣的話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什麼 改成查詢會員 然後呢 分別針對它的資料庫 資料表 然後呢五個欄位 去做查詢 那如果理論上 假如看一下喔 如果沒有錯的話 把它執行看看 執行 看一下 結果是不是OK的 你會發現喔 理論上是OK的 那上面因為我多 理論上喔 當然你讀的時候 是不會有這一個欄位名稱的 那這個所以自己手動 那裡面的所有資料呢 就被分別讀到這裡 所以 相對的話呢 查詢是比較簡單的啦 OK 那當然呢 除了 查詢 再來就是 新增查詢 再來就是刪除 那其實刪除的話 也蠻簡單的 刪除的話主要 我們待會可以練習 請你在 第四行的地方 找到那個我們雲端上面 其實我們乾脆也拿那個範本來修改算了 你可以在我們雲端上面的第四十七頁 這邊的話就有一個三圖資料 那請你把三圖資料 這三行喔 把它複製貼到這裡 貼到哪裡 貼到第四行的地方 這個地方 那跟各位講一下喔 其實它的語法很簡單 其實跟前面差不多啦 反正第一行的話一定是一個SQL預防 那delete from 意思是說 我要刪除什麼資料 去哪個table 那因為這邊 範本裡面是table01吧 那我們 現在是member 所以你把它改一下 改member01 會有之後的話 那你要刪的資料 假設我要刪1號 特別注意喔 1號的話呢 它的欄位喔 我剛剛有改D欄 D欄的話是A 所以把它改成A 那它的編號等於多少 等於1 所以我就跟他講 你幫我刪掉1號 刪掉1號之後的話 所以這三號是刪掉 刪掉幾號 然後再重新查詢 所以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它是刪掉 所以理論上 執行的結果應該是不會有1號 看一下 1號是不見的 有沒有看到 1號不見了 那如果你要刪2號的話呢 當然這邊的話可以 再把這邊改一下 A A欄等於2 執行一下 這邊看一下 2號也不見了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說你希望呢 在程式裡面 做那個刪除資料的動作的話 那其實只要套用這個刪除的語法 就可以把這個某一個資料給刪掉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假設說 你要什麼 你要 就是最後一個是修改啦 修改的部分的話呢 各位可以參考 底下 update的部分 語法可以參考第48頁 update的部分 那update的話呢 會配合一個叫set set的話是 修改哪一個資料 會有哪一個編號 所以喔 所以其實 你可以把這一行 其實關鍵就是這一行 Ctrl C 那我把這個 修改的部分 把它順便講一下 那這個是 查詢 這個把它另存好了 另存 這個叫做 刪除會員 那我把這個刪除會員的話 再另存一下 再把它改成修改 那修改的話 基本上就是改 這個地方 改成什麼 改成update 這邊的話 把它改update update的話在這裡 它其實概念很簡單啦 就是說 我要修改什麼樣的資料 哪一個table 那table的話 我們一樣改成member01 那編號 所以編號是A 所以把它改成A A的話指的是1號 不過目前好像沒有1號了 現在好像只剩下3號 所以我改3號好了 那3號的電話 電話應該是在第幾欄 ABCDE ABCDE 所以這邊的話 set1欄 的電話呢 改成02 乾脆改成123456 OK 好 那如果你用update的話 修改的話 這邊應該是修改 update update 哪一個編號 改成 哪一欄的資料 修改 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那個什麼 3號 的位置 3號 的1欄 1欄是最後一個 變成什麼 02 123456 OK 這就被修改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 只要你懂得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那資料庫基本上就夠用了 OK 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